大家好,今天是兩年9月10日 最新消息好愛中的好愛 因為只有這個外媒報導緊的暫時 目前是香港的凌晨4點幾 有關英國的一單資訊 Chinese spy at the heart of parliament British researcher with close links to several MPs and access to highly sensitive information is arrested on suspicion of breaching official secrets act and experience offenses 那就不知是否剛剛雨著剛剛了 最近呢先有一名年輕的 受過軍訓的 英國本土的一個逃犯 在倫敦那裡 就騎了一輛貨櫃車底 走了 話說這個人呢 就有曾經跟伊朗 Iran方面就接觸過 交過一些非常之機密的訊息 那同時之間 英國的警方呢 就已經發出這個警告 因為他受過軍事訓練 所以呢 所有人都要特別小心 那這次就不是啦 就不知道是否因為 調查這個人的時候呢 信道 找到一個中國村島方子 就原來跟幾個MP之間 我想知道哪幾個 是不是 都有非常之緊密的聯繫 會不會是厚棕位 那還有啦 他是能夠拿到一些高度敏感的資訊 那這個是男性的疑犯 又都是年輕的 二十多歲啦 二十八九那頭 Bought to be linked with Limeris 他說 而且很特別是跟這個保守黨的議員有關係 他沒有說Labor 是保守黨 包括董勤達 還有外交事務委員會的主席Alicia 而幾名議員 With Links to the Man 和他有接觸的 而這幾名MP呢 對於很多敏感的資訊 如果你有看Black Mirror 黑鏡這套戲呢 你又會知道他們是一些關鍵人物 擁有著很多非常敏感的資訊 那你說 不是的 未必會洩漏的 很難說 因為 就算不由你一個行李箱啊 各樣啊 他在進去 他近你的時候 拿你WiFi各樣 都容易些啊 跟這些MP有接觸的時候呢 就不代表著 好Friend啊 或者有勾結各樣 而是說 他是有動機去竊取這些這樣的資訊 也就是川島方子啊 就是董勤達 大家都知道 不會是親中派的 而目前由於很多時候 都是保守黨 主管著這些這樣的事務 那所以 這個男人,可疑的男人,接觸著這些MP,就非常之瓜田里下了 一直都有,英國朝野上面都有一種憂慮,就是會有一些研究學者,就由北京所聘用 作為一些叫做多聞的,潛藏住的間諜,一方面呢,就可能在孔子學院啊,或者普通大學啦,在教書那樣 但另一方面呢,他們又經常可能往反中國,那你不知道他拿了些什麼回去的嘛 那還有不止一個人哦,除了這個疑犯之外呢,還有另一個男人,這次這個就三十幾的,目前都在扣拿著 據稱呢,是違反了Official Secrets Act和Espionage Related Offenses的間諜法案和保密訊息法案 根據一個來自白金漢宮的消息來源,他就說這樣的行為呢,絕對是中國的一個主要升溫,major escalation 而英國是從來都沒見過一些這樣的事情發生的,那就是他們很care啦 那但是正如我們一直話頭啦,就是只要中國不是做出一些過份的事情呢,純粹都是間諜下,或者是刺殺下,是暗地裡的,不公然去宣戰 那西方世界呢,仍然是會,由於不敢得罪這個中國,又有經濟的往來,所以呢,都是會暗春的,也就是做緊一些衰靜的政策 那只要不正式開拖的時候,很多時西方民主國家呢,就不會主動開戰的嘛,你不是想侵略人家的土地嘛 那所以只要中國一天都不正式開戰,只是做一些間諜事啊,滲透事啊,擾亂選舉啊,播一下毒啊,一些超限戰的行為 我們說,暗暗一埋殺不見刀,萬人不死,一人難逃啊,用這些這樣的高精準性的方式 投放中國的影響力,在外國的政壇,軍事各個方面 然後跟別人呢,進行一場百年馬拉松的競賽 那由於一直都找不到藉口去直接爭戰,直接衝突 而我們也認為習近平來講呢,由於明知道台海之戰,或者南海之戰,他都是贏不到的 那所以純粹都是嚇苦人的而已,那結果啦,西方世界就只會 仍然是處於一個被動的狀態啊,那這次的事件相信呢,英國方面的媒體 都會報導出來啦,然後說你這樣都行的,跟著又譴責一番,強烈譴責 那之前呢,其實鄭熙宇,萬城市館打完人之後都逃之夭夭啦 甚至乎修咸頓那個公貞啊,本身呢,就以這個種族襲擊罪去控告他 後期呢,直接完全撤空,放虎歸山 那西方世界一向都是有這種放虎歸山的 所以仍然都是藍牢女雞子啊,那代 雖然就說,英國啊,以及全球的民間呢,對於中國來講都覺得他是過街老鼠的啦 那但是最多都是商業上面呢,就有一些懲處 仍然都是未到肉的,難道西方國家會萬戰齊法 對中國進行襲擊嗎?他又不敢啊,對不對? 所以想多了啦,但是你說有沒有東西做過呢?都可以說有的 那奈何英國朝野都分成兩派,其中一派就是新衛省 以及James Claverley 那個胡蘇勒特的外交字幕的大臣 早前就去北京那裡叩頭,那些人都是說去叩頭的 那這個是衰靖派 另一批的,啊,英國議員方面呢,由於都要爭取支持 所以這裏,英國議員就倡議阻止新疆的血色太陽能設備 我想血色的意思是說著強制勞動各樣啦,有為人權各樣啦 就流入這個英國,海外的維吾爾人是贊成這個舉措的 這位就是阿毛乖乎啦,這次套取機密的時候呢 這位就是夏議院的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 剛才說過的Alicia,她就是倡議這個議案的那位大臣 她要求啦,就要確保參與西方世界國家重大基建項目的太陽能企業 要訂明這些產品不是經由強制勞動出產 那很容易的,她肯定答應你的,不是的,問題你能不能夠查到它,是不是? 那因為最近呢,很大的生意壓力,這條就是英國國會 那在英國的香港人要聽啦,審議的能源法案 那將來會有很多的能源事業都會有關係 現在U-Lesson都是,Green New Deal那些東西啦 你想不明白的,西方世界又是自殘形式啦 就是中國呀,沙地阿拉伯呀那些國家 仍然不停這樣去噴出二氧化碳,毫無顧忌的 但是西方國家呢,就不停加自己的市民 碎汗,能源要求等等,解到自己吃谷種呀 而人家那些呢,就大無私養,喜歡多污染有多污染 那你不是自殘是什麼呀,所以我經常都說 南露女家意旨呀,可待,大家見到的今時今日呀 這些大臣呀,各樣,帝市呀,可能做下懶東西的 要幫手鋪床接皮,你不是呀,你自殘沒有人幫到你的嘛,對不對? 那這個能源法案議員呢,就要求修訂,至少在那個大肥豬肉裡面 就不要侵這個中國玩的意思 阿西亞就說到了,英國能源供應鏈,如果被強制勞動沾污的話,是有為英國價值的 亦削弱了能源系統的安全可靠性 那其實不單止能源系統的呀 還有大量的,和中國有關的生意來往 你無論是衣物上面啦,儲具方面啦 那但是沒有辦法,因為,說成本的問題,就貪便宜 那奈何,中國方面就看準你這一點 無論是那些器材,各樣,他又裝一些間諜程式 你美國方面都是的,有些基建項目各樣,就被人入侵了啦 阿西亞就說回以前納瓦羅說的一樣東西 無視人權的中國供應商,是以低價去搶佔市場 違反公平市場競爭原則 這個不單止是道德的問題,還是嚴重的商業安全危機 所以啦,任何有關50MV的國家大型基建項目 你那些風電呀,太陽能呀,甚至乎核能呀 無論是新頭錶的,又或者現有的,都一定要提交報告 你現有的那些都清不曬啦,還有很多 那但是,遲做就好過不做 那目前是在下議院方面呢,不停地推動這些 富有法律框架的議案 那令到英國政府,可以開始正視自己國家安全的問題 那又是好事 那同期間,你又會發覺英國方面呢,執政黨的選民喔 那即是工黨選民不是的,也就是說全英國來講呢 你保持著對中國方面的警戒心的人民來講,都還是很低 那這裡,英國執政黨選民,即是只是說保守黨 60%就認為應該跟中國保持距離,也都售價啦 理論上應該是100%的嘛 那重要原因是因為呢,這個James Craverley走過去訪問這個中國 所以我們經常說,今時今日搞了很多那些叫種族平權 那刻意針對那些白人至上的主義 就搞到由1970年代開始呀 那幫粉餅真是呀,忠義自殘啦 才有今時今日這樣的景地 你有沒有搞錯才行呢? 在一個學校教那些白人的小孩 說你們以前呢,怎樣去殖民地主義呀 要好好反省呀 他只有幾歲年輕人,教這樣的東西 所以說,左派誤覺就是這個意思 那個思維本身已經不對 而最吊詭的就是,既然你有六成的 執政黨的選民是認為應該保持距離 那就是說,新委省政府現在正在做的 是完全罔顧了自己下層那些選民的意願的呀 甚至乎派遣這個旗詐民出訪中國 人家罵他走狗呀,他都還要去的 你說多噁心呢? 但是看完這個數據,我是感到失望的 都是六成而已,還未是100%的 所以我們就經常說 始終都是男奴女雞子呀 那一代,畢竟可能你可以有些白奴的 就是這樣 好,今天講到這裡的傳統的